417的自助餐 就拿這些東西來考驗我 一萬塊錢 哦呦這個小青龍可以哦 說實話猜上來我是有點震驚的 聽說廈門又多了一家小青龍不限量 在海商世界購物中心 海底兩萬里 417一位 這邊因為還沒有正式的營業 昨天我們白跑了一趟要提前預約 他說一天只接二十個人 昨天沒吃到今天才來的 它是一家海鮮自助 不是一家熱量店 但是它是一個點餐的形式 看食材還是蠻高端的 小青龍帝王蟹 這一塊是刺身 小青龍帝王蟹都不限量 但是你不能一下點太多 第一輪點菜點了一萬塊錢 哦呦這個小青龍可以哦 說實話猜上來我是有點震驚的 鐵板的 中心斑 刺身點了這麼大一盤 搓搓這個三文魚 田蝦特別漂亮 還有這個海參刺身 生蠔刺身 燉罐湯也是比較講究的 417的自助餐 就拿這些東西來考驗我 誰經得住這樣的考驗啊 我們看看這個肉跟黃 首先衷心的感謝我們這期節目的友情贊助商老虎赤寶寶 他要在家陪老婆所以沒來 這怪怪的他沒來請我們吃飯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啊 看這地圓餡 他明說了這個是傳動的 這家店挺老實的 我點生蠔的時候 他也說了是魯山生蠔 但是是自身級的 不像很多店他都說這個是進口的 先撈這個龍蝦呗 看這個肉也是最滿的 又飽滿又粉嫩啊 粉嫩都出來了 哇哦 它的肉太油彈了 好完整好脆啊 新鮮程度是很ok的 這肉是一絲一絲的 腦袋裡面也有很多肉不要浪費了 哇這個青龍是真的棒 又大而且肉是很好 不過像這種 這鐵板煎的是一輪限量兩隻的 這個是給你自己燙的小青龍 看看這黃 可惜了用這種蜡烛 我特別不喜歡這種蜡烛 煮的可慢了 給個蒸鍋就無敵了 接著是這個芝士菊的小青龍 也是好大 哦哦 我心 你都還要口氣啊 這剛做出來不燙啊 燙得滿頭大汗了 哎呀 哎呀 這幾隻沒有剛才這幾隻那麼新鮮 但是它的肉整體還是 比較Q的 肉整 哎呀 哇 點評一下行不行 NAS 417EV我感覺現在已經吃為本來 這個龍蝦真的可以 它不是鮮火的但是新鮮程度是沒問題的 你還別說這蜡烛火挺猛 蜡烛小雙泡 看看煮兩隻小青龍 榴槤好不好吃先不說 首先它真的做得很好看 金黃金黃的 這好像是干咬榴槤 和那麼大 味道很正 剛才服務員強力推薦的鐵板鮑魚 烤得很好吃 哇好香哦 它蒜龍的香味也烤出來了 好像還有點黑胡椒的味道 你們嚐嚐這小青龍 我覺得它這個品質如果能活著走出市營業的話 其他的海鮮製造可能就不用開了 三文魚我先來一斤啊 那你來吧 哇塞 看到自己是兩眼放光 嘿嘿嘿 我都最愛 嗯 好嫩 哇 這個甜蝦給我的感覺真的好嫩啊 有點不像冰凍蝦的感覺 你們看看這個肉 我好像真的沒見過這樣的甜蝦 哎呦好吃 而且都是頭子的 嗯 嗯 我感覺這個甜蝦比很多 日道店裡面的牡丹蝦都好吃 真的 肉綿甜是吧 哎呦哎呦 你看 甜蝦能這麼完整的吸出來 這火厲害啊 哈不要開車好不好 這甜蝦真的超棒 感受一下這個肉 哇這甜蝦真的好吃 還有刺生生蠔 基本上去全部店裡面 只要是刺生生蠔 那邊都會寫一個進口生蠔 哎這邊就很老實 我點的時候他說了這是 鹵三生蠔 但是是刺生級別的 可以 不行 就是有點咳 說實話哈 我拍視頻以來這麼久 我真的吃不了刺生生蠔 大海的味道 哎呀 嗯 好吃 繼續造點小青龍 哇這個肉真的可以的 說真的417一位 所以我估計這樣子真是一夜 老闆要虧本 要是有這種質量的話 我建議長到600塊錢吧 不然的話以後 以後應該是沒有這些東西 就小青龍你看我吃了多少隻了 再來燙點好東西 東興斑 海參 赤背 都是肉眼可見的新鮮 哦哦 這個赤背也是 嫩出水 哦哦 這個海參是真海參 應該是療參 嗯 看這東西慢 啾啾啾啾啾啾 嗯好吃 哦 繼續燙螃蟹 看這個蘭花蟹 鍋太小了 這家店叫做海底兩萬里 在海上這些購物中心 說實話400多塊錢一位 我估計他 搞不到真實營業 品質確實很好 東西都不限量 無論是海鮮刺生還是其他的食材都很不錯 這個品質來說 目前在廈門算是賭一檔的 說實話我是建議老闆掌點價 老闆謝謝你 像現在市營業這完全就是虧本在營業的 你正常能吃幾個隻龍蝦沒問題吧 400塊錢真打不住 現在市營業是要提前預約才可以吃 你們先打電話來預約一下 目前來說體驗確實是非常不錯 那我們繼續到了 下期見 拜拜